好我们再来看是国际间关注的焦点 就是美联社 推特最新的贴文指出 美国国会要针对对叙利亚动武仪式进行讨论 而在同一时间 美国政府也下令外交人员撤离黎巴嫩 那外界怀疑这是不是美国即将有动武的迹象呢 不过现在看到的很多消息是指出 被命令撤离的只有非必要人员 很有可能是因为收到了恐怖攻击的威胁 目前还没有消息指出 人员撤离是跟叙利亚动武仪式有直接的关联 这是刚刚国际的最新消息 这是我们的最新消息